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他终究是一个权利者 作为一个公民或者作为一个社会的团体 或者一般的NGO可能都还是要站在自己公民的立场 不管对方是谁 我们都必须要去更大的所谓的监督 在这个选举过程当中 除了刚谈到的所谓的选举结果之外 选举过程当中的媒体表现 我相信大家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关注 当然这礼拜越接近选举 这个媒体的表现越来越浮夸 越来越让人家觉得不可失忆 例如说中天新闻大概是很多人都会批评的一个对象 包括有很多本来支持韩国瑜的朋友 看到中天新闻的表现 他反而也会觉得 哇怎么会是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操作的模式 例如说中国某位人大就说要可能想要把这个熊猫送到台湾来 结果中天新闻就做了一个有关于熊猫跟台湾石虎黑熊的比较 那这个就说这个熊猫是一个温馴可爱 那但是台湾石虎跟这个黑熊的事实上是比较凶狠 会有这个具有所谓的攻击性 我觉得这个新闻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夸张 是非常非常的不应该 非常非常失去 应该要有的专业 因为在事实上面 不管是什么样的动物 他可能都会攻击人 熊猫攻击人的例子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新闻媒体这样子报道 其实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误导 那也不能够因为你为了要去支持某一个候选人 或是要去支持某一个政治立场 你就要去扭曲事实 其实我自己在上课或在很多地方 我都会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媒体最重要的是事实 媒体可以有立场 但是他不能够没有事实 媒体可以有立场 但是他不可以没有这个基本的知识 而当这个事实错误 这个基本的知识尝试 如果有问题的话 其实对受害的恐怕就是很多很多的民众 那当然更大的一个受害者 我觉得因为这种事情 在网络时代 你去做这种夸大 其实很容易被踢爆 别人当原本可能是知识的人 知识的人看到你得到的这种错误的资讯 也会开始慢慢的远离你 就像我刚刚谈到 很多一些比较支持韩国瑜的朋友 也开始对这样的报道 感到非常非常的不耐烦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于 也是跟中天新闻有关 在韩国瑜 在这个所谓的 原来是谢龙界 到时候现在讲到 变成是韩国瑜的造势 谢龙界的这个造势现场的这个 中天的记者也跟这个 应该是东盛还是ET2Dent的记者 其实产生了一些这个冲突 因为这个在采访现场要站在 这个所谓的讲台上面来进行这个相关的联访 那这个冲突其实是 其实在说实在的 在这个采访现场是经常可见的 这跟蓝绿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因为有时候我也要去抢镜头 大家必须要卡位甚至会做拐子 那所以这种冲突除了常见之外 甚至也可以看到过去 有一些记者为了要去抢画面 而在现场打架的情形也都 经常听得到 看得到这种所谓的情况 那但是我要说的是 并不是在这个现场为了是 抢夺这个所谓的采访的位置 而是其实中天记者跟这个韩国瑜 或是跟这个相关的比较偏蓝的 政治人物走得非常非常的近 那甚至每次你会看到 到底是这个是在做采访呢 还是在这个联合受访 你看那画面 真的是看不到那个所谓的 祖虫的这个位置 那采访贴近其实在新闻的采访上面 大概也都可以理解 因为一方面要去取得 一个比较好的画面 另外一方面想要得到 那个所谓的真实的 这一种所谓的声音 跟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访谈的内容 可是采访近并不是 除了要去做这种 所谓的采访方面之外 它其实更重要的是 要记得一个基本的本质 记者的本质 就是他要去监督媒体 监督所谓的政治人物 所以采访近你要去看到的是 我跟你关系好 没有错 但是我不是要问你宣传 因为媒体不是做公关的 媒体不是在做 帮政治人物做宣传的 媒体是要回过头来 监督政治人物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去做 这种事情 说实在你都违反了 做一个媒体本来应该要有的价值 我还是要说 虽然你现在看起来 好像非常恰痒痒 然后看到了很多的 跟你立场相同的政治人物 对你某种的支持 可是说实在的 对于你本身的公信力 对于你未来 在所谓的社会里面 新闻采访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能够得到更多民众的支持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负面的 甚至反过头来 有可能你自己在采访的时候 很多的同业 恐怕都会排挤这样的人 这个说法 其实我觉得跟蓝绿 没有什么任何的关系 而是作为一个新闻媒体记者的本质 他到底要做什么 好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一则新闻 其实也是跟媒体有关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报道 午休时间上班族外出用餐 不少店家会提供电视 让大家边吃边看消磨时间 而且大多数的店家和顾客 都会选择看新闻频道 比较多人都喜欢看新闻台 然后而且就是新闻台 就是大家比较不会有争议 就是想要看哪一台哪一台 因为大部分都想要看这样子 那么都是转新闻比较多吧 但近来有民众发现 某些店家锁定固定的新闻频道 而且还不能转台 怀疑有人操作散布特地意识形态 在脸书发起电视频道大转台 全民调查动起来的活动 号召公民协助调查 而在台南有民众实际进行访试调查 发现安平区156家餐厅 收视频道以新闻频道为主 其中29家有固定特定频道 且收视遥控权在店家手中 所谓锁定特定频道这件事情 参与访查的黄建龙表示 店家私下透露 资深广告商的人 以代付有限电视费用 约定播放特定频道 他认为这种操作模式 从去年底选举到最近的立委补选 情况越来越严重 但却迟迟未见任何公权力的介入 记者李审人许正俊 孟昭全南部报道 这样的一个传言 其实也很久了 到底是不是有真实这一种的状况 就是店家拿到的这个电视台 或者是这个有线电视 不管是系统也好 或是频道也好的 钱必须要在这个吃饭的自助餐厅 或是相关的餐厅当中去播放 可能是中天TVPS或是三立等等的 这个所谓的固定的频道不能转台 这个其实也传了一段时间 但是一直没有很明确的这个做法 或是明确的这个所谓的数字 或者是明确的这个资讯 证据 那当然民众开始去做这种所谓的调查 我觉得蛮好的 那NCC其实说实在在这个时候的角色 其实有点点的尴尬 因为某种程度上面 他会说这是一个自由市场 我今天就像你在旁边的这个所谓的付费广告 或者是你今天可能看到的这个所谓的刊版 那他当然会是在某些的这个电视台的这个资讯 那或者是某些这个产品的资讯 所以你说真的要开发 我想对NCC恐怕是有点点的困难 甚至在法律当中能不能找到妥适合适的法律 可能也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去研究 要去了解 那但是我觉得NCC去揭露这个资讯 或者做这些调查 公布给社会大众 知道这个恐怕是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即使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开发 可是让大家知道这个产业现在状况是什么 是NCC 本来他就可以做的这件事情 可惜到这个时候 我们都还看不到NCC有这样的一个作为 不过这里其实也反映出一些有趣的现象 例如说 其实我以前在当媒体官大教育基金会的负责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放过一 我们曾经发行过一部片叫所谓咖秋剑 就是所谓文化干扰 那这文化干扰里面有一个段落 就是有一群人叫做所谓的看板 抢求看板前线 那他们其实常常会做一些事情 他说这个大型的看板都只是在推广这些某些商业的资讯 或是某些片面的资讯 所以他们要去破坏看板 那破坏看板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他反映了一件事情就是 他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好像这个媒体或是看板 他其实不是一种公共的 那到底有人可以出钱 他就能够去对他产生一些影响 也就是当你开始出钱的时候 这个资讯就会掌握在某些人的手中 所以这一群人他们就当然要换成另外一种方式 过去这个所谓的产生干扰 那这个从某个角度来讲 其实就是所谓的消费者主义消费者运动 但是这个消费者运动是希望这个所谓的在公共场合的这些所谓的资讯的看板或是资讯的通道 他更能够去反映出某种的公共性 所以我其实还蛮支持这群民众提出这种做法 他本来就是做一个公民 他可以去对媒体的一种反制的行动 可以去让这个资讯能够更有多样的可能性的一种做法 好 接下来看到这一则新闻是跟大观有关 那也是我们长期关注的一个议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的报导 许别资讯为资讯 发到口号帮助大观社区的基民 顾新闻的欢喜成团体 才可以去到帝府会外国抗议 因为帝府会和大观社区的基民打官司信所 会在拜二十八号中的预划退出兄弟 拜三十三号 帝府会拿出某话 没主动退缴不动在立顶五行游飞红案 若是不当于的21号基民当于就账万退出 但是台湾出救会表示 没法接受帝府会的条件 那过天之后 或是从你承诺缓开三个月 干脆去自动点了之后 那帝府会有要处理这些人该怎么办吗 出救会的新闻认为 那是当然了 就要接受批千丁烤鱼 对帝府会的安抵也没信心 财务也要钱那些都要谈清楚 有时候他现在有的这样配合 就要给他们一点 有的都全部没有 台湾社区的基民 除了去台湾的外面抗议 也会遇到这些方式 对台湾会出发去到 比较抵千丁花公社区的估计 又去到总部外面抗议 表达不管他才受批千丁的心声 台湾会表示 已经提出五行游飞红案 对主席会的动作没做过用 现在总和报道 这个新闻其实是已经有后续的发展了 就是后来其实这个住户跟退府会 可以达成了一些的这个协议 我稍微讲一下这个协议的内容 就是21户现在必须 住户必须要集体同意点 叫房屋 其中如果一户不同意的话 全体住户就要三天后立即强拆 第二点是全体同意之后呢 缓拆18日 缓18日强拆 然后可以住户三个月的搬迁的时间 那第三个其实是在于 免除住户不当得利与强制的执行费 第四个是退府会承诺 对弱势的家户呢 顶交房屋后给予10万元的这个补助 那再来就是 第五个就是退府会承诺 协调包租贷管 社会住宅租金补贴等优先的抽签 那搬迁这个延后三个月的期限 居民如果没有办法得到安置 还是没有办法得到安置的话呢 提供三到六个月短期的异地安置 第六个就是针对3月11号的这个抗争的被告呢 对府会承诺不会再去追究这个刑事的责任 看起来这个大关事件 我不能够说是一个圆满的落幕 我相信很多这个住户或是声援者 对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是非常不满意 他可能是一个被迫 在某种无奈情况之下去做的 必须要做的这个选择 那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 你们这些人就是抢占啊 或是你们这些人自己在买卖交易的时候 不去看好这个所谓的合约 然后现在怪东怪西 然后怪这个退府会 要政府要国家帮你去这个还钱 那帮你去处理这样一件事情 那我相信很多人会站在这个立场跟想法 或者是包括站在退府会的角度 站在国家的角度 他也会这样的一个认为 可是我们在节目当中 其实不管在过去的访谈 或是一般的评论当中 我们也提到 这种所谓的社会正义住宅正义的这个问题 不是只有看到当下 我们怎么怎么去这个处理 或者是当下的一些社会住宅 他怎么样去安排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怎么从历史来看 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 这一群人为什么会到这里居住 当他们在这里居住的时候 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包括我们过去谈过的拉瓦克部落 或是更早之前的山营部落 或者是像华光社区也好 以及像这个市的大关社区 这个其实是更根本的去解决 这个所谓的居住正义的问题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政府机构 他其实不太愿意去做这一个事情 因为担心这个例子一开 往后面都没有办法去解决 但是坦白说啦 如果你不好好的去解决 这样的例子其实潜藏在台湾社会更大的 更多的角落 所以怎么去用一套比较好的方法 或者是开始去做一些调查 是政府单位恐怕你不能够去忽略的一些工作 免得到时候说实在的这种所谓抗争 它只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普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最后一个新闻我们要看是有关于澎湖的一些案子 守护珍贵律地 守护珍贵律地 划到靠河希望可以保留朋友的两个公团 还有百年典称鼓祭 朋友的公民团体再去跨海去营建筑典秧 营基孔 朋友管政府坚持 要将朋友的百年古典称开发这关公用地 所以不想要保留就来作为文化祝散 还有其民兴典称的中规公团 也带一集中影响其民的生活 尤其典称鼓祭的来源 继续准处似书 充官立意 这开发 典秧就破坏大片的立地 国民团体击孔 典个月十五号 官政府还派机会去建筑 竟然和民众发生冲突 希望营建筑接下来典称鼓祭 可以中心评告 中国都市计划的变更案 虽然营建筑供丢 会对专案又进行了解 但是国民团体表示 已经提出所管 还会去文化包含监察院认证 希望中央团队 可以多多关心 在哪里面的心声 记者综合报道 这个案子其实我们看到 跟很多地方都很像 就是从官方 或者从专家角度来讲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可是你也看到居民的诉求 就是你们到底在 做这些公园 或是在做这些建设的时候 有没有去考量到 当地居民的需要 在过去节目当中 我们也一直在谈到的一个概念 就是台湾政府是一个 所谓的专家官僚的复合体 常常会有所谓的官僚去 虽然做了一个案子 然后专家去做评估 而官方其实都是听专家的话 可是专家说实在的 他一部分可能是为了 纯粹的做生意 一部分当然有他自己的 专业的思考 但是这个专业的思考 是不是符合文化 是不是符合当地人的生活 恐怕是一个非常值得 我们要去探究的事情 而事实上包括我自己 所接触的经验 我看到很多个案 其实专家他不会去 或者是很少去了解 这个当地的文化生活心态 那甚至去主动的去关心他们 因为对他来讲 我就是专业嘛 我就是从专业论专业 但是很多的冲突 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方向 从这样一个地方开始 我们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虽然政府要去所谓的 推动一些建设 可是真正使用建设 是当地的民众 怎么在跟当地的民众 去沟通是很重要 看到在很多地方去建设的公园 可是公园可能会有一些 专业的规划师来进行规划 可是使用公园的人是当地的人 而规划师规划完之后 他可能就离开 他也不会再去使用那个公园 所以建设的本身 是要去了解民意 去跟民意沟通 了解他们的生活形态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关键新闻 我们下礼拜公众再会 拜拜